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讲一下 这梅花是我们国家十大名画之一 它冬末春秋开花 花香四溢 所以历代画家多表现梅花 画梅花呢 一是枝干 再有一个就是花头 尤其是枝干 画梅花的枝干很重要 所以一张画的成败 也关键在枝干里穿插和布局 所以下面我先把枝干给讲一下 关键要注意用笔 老枝子 老干一般多用侧缝 新枝子多用中缝 这就是老一点的枝子 多用点侧缝 如果画新枝子 你就多用点中缝 中缝出来现在比较圆圆 所以这个新枝子和老枝 用笔过程当中要注意这些问题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这个每节 或者这个枝子每段距离 不要画成一边长 你比我给举个例子 你看像这样的两段基本等长 在画面上就看着不舒服 所以我们画的过程当中要有区别 你看这是长线 到这变成短线 然后再画面就要变长线了 你看它这个距离宽的而不一样 到这块 你看它这宽度不一样 长度不一样 它这个就有变化 如果你画的都一样长 它就不好看了 就是从深美观来讲 看着就不舒服了 所以这事我们画水要注意 再有一个就是 刚才我讲了老枝子 要用侧缝 用墨方面 一般来讲墨刹药浅一点比较好 而且现在水分要少一点 它的质干就感觉苍老 你看多出来这非白笔 它感觉就苍老了 如果你要是非白笔少 那看着就不苍老了 那像这样就行了 水分不能太多 你看这样 但也有非白 它就不会感觉苍老 所以我们在画画的时候 一个是用笔 一个是用墨 千万要切记 最关键的下一步就是 质干的组合 质干的组合 要注意这个疏密 和聚散的关系 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 你看这粗枝 还是这么粗 你看多点这个顿挫的关系 还是这么粗 刚才我讲的 你看这个枝子的长短 让它有区别 再一个呢 就是老枝和新枝 你看这个细枝的 水分就需要多一点 不要画的可比太多 用笔的时候 要有灰封 不要送到 刚才我讲的要苏蜜 怎么去考虑苏蜜 你看像这个 比较简单的这个枝子 这个串叉 现在要比较一下看 你看这段枝子 它就属于酥 这块就叫蜜 但是它这个感觉的还不够 还要加 过话不讲究吗 蜜中加蜜 我们可以再加一点 你这块就不要再多画枝子 如果你这块 你这块就要再画点枝子 它就苏蜜外就没有了 所以画画的时候 像这些都应该注意 这个前面这小枝子 再想加蜜 也是可以再加 你们要这块再加点 戒指缘上讲 这就要确凿 再画小枝子 这叫鹿角 再画多就鹿角 所以画梅花枝子 一般的不要画太多 再重复一边 一个就是要注意粗细变化 一般的老枝子要粗 新枝子要细一点 另外一个从墨色来讲 老干老枝子用鼻要侧风 而且墨色要淡一点 多出点肥白 它就感觉苍老 新枝水分多一点 用鼻要圆语一点 下面再画一张简单的正式组合 在画枝条的过程当中 和枝干的过程当中 有的地址可以出点断皮 不要面面俱到 画的太大了 效果倒不好 这味量 看得清楚 在画里简单一点 比方说我这个枝干花 可以空一块 这就可以算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枝干了 这个穿插 你看它这里就有酥密 你看这块是比较密的 这块就是酥的 这个枝干的画法 一个就是刚才我这种示范的这种 所以一次完成的 还有一种 那就是钩 但是钩有两种 一种就是先用墨画 淡墨画 然后等干了以后再勾 还有就是等半干不干是勾 这两种方法 还有就直接勾都行 所以这就在做画里简当中 根据你自己的习惯 还有一个画面的需要 另外一个 比方说我在用墨直接画里简当中 可能有的不太满意 可是在画出现的问题又解决不了 我也可以就在这个技术上 可以再冲钩 再复钩一下的 既解决了这个刚才第一遍墨色的不足 而且给人感觉好像双钩 所以这样起到两个作用 所以画画的时候 像这些也应该要考虑到 下边画两次完成的 就是先用墨画 这个画出来的泥 就是墨色变化不见得特别多 但也要有一点 但是关键你把这个 只字的穿插 要长得好 是墨色变化不得的 就是墨色变化不得的 任何大部 加上欣望 在这个基础上我可以用双钩的方法 但是这钩属于草钩 因为写一画它不像工笔画 工笔画属于凯钩 写一画叫草钩 在钩枝干的过程当中 你不见得画的时候 完全按它原来的墨线走 你要根据这个枝干的形象 重新考虑 钩线比水分就得少一点 墨色不能太多 太多太湿 水分太大就得行 勾的时候也要有顿挫 不要勾得太实 它有的这样就要露点肥白 有时呢 这盖上还可以存量的 不要画得太光 你看我钩的时候不见得都是按它原来的墨的轮廓钩 帖子 小破坏 这是哪里的墨的轮廓钩 不是每个门的轮廓钩 纸干上你可以加纯笔 你看原来就是没画到 你也可以根据这个值的形象加上就行 这样大家看清楚 就特意给它少画一块 所以你可以补上 细质的可以变成粗质的 这就是说话 有时候你看的不满意点 可以随机应变 个别的地点再拿墨再做一下 再做一下它就明显的感觉 你看它这个值的 等于就是从这出去了 把原来那个值干 那个位置给它破坏了 形成新的一个走向 像这个我感觉平行点 我可以往下来压一点 它就没有了 都可以添一点 它就更显得生动 而且还有立体感 刚才我讲的这是湿化法 趁着湿勾 也可以等第一点墨色干了以后再勾 这也属于这个鸡墨法 这也属于破墨法 用这种墨把原来的淡墨破了 形成一个新的效果 用比较自然 别拘谨 这个值干呢 在画里广当中啊 大家要多多练习 素能生巧 好 下面呢 咱就把花头带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梅花啊 大家知道一般它呢 有这个单瓣的和腐瓣之分 单瓣呢 就是五瓣 这五瓣花 就是单瓣 还有一种就是腐瓣 一般这么写意画 藏画的都是单瓣花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呢 是单瓣花 花呢 在开饭过程当中呢 有这么几个姿态 大家要留下注意 一个就是正面开的 一个是侧面开的 侧开的 还有就是花包 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啊 你要把这几个姿态 要能从几个角度都能画 正面的就无所谓了 你看 正面花瓣啊 不管你怎么开 它是正面 这无所谓 我再给大家画一个 正面开呢 都一样 但是这个侧面这个 针这个方向是这么做 那你可以 正面点的 喝到是呢 从下的 从左这边 所以我们在练习过程当中呢 你能转着圈的画 那你的姿态就会好多画 这个侧面这个花瓣啊 一个就是前三瓣 前三瓣 从头是外面 还有那两瓣在前的 三瓣在后边这个 这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这个也跟这个一样 也能从几个角度给它去画 所以练习的工程 你转圈画行 这花瓣呢 像刚才第一个画的三笔 也可以一笔 都行 根据你个人习惯 但是沟花有一个要注意啊 沟里花瓣不要太圆 也不能沟成苍方的 你要沟里太圆了 沟里太圆了 像一个乒乓球不好看了 你要尖了 太尖了也不好 太尖的是桃花瓣 所以沟里啊 圆中见方 方中见圆 不要沟里太圆 再有一个呢 沟花的时候呢 要虚 你看我好多地方都没连上 不要交的都特别清楚 像刚才跟画界界的沟里 太湿一点了 要虚沟 沟虚一点 越沟虚有空灵感 在一张画当中 所开的花的大小 让它差不多 就是视线上看的 都基本上一边大 不能有的画的特别大 有的画特别大 一边一张画像这个差不多 如果你还画一张画 你画这么大 你也是全开 看着不就不舒服了 从世界上角度 绝对不行了 所以不能那么画 完了以后 就可以点花蹄 点花蹄和花蕊 要用纵末 点成丁香头饰 你看看 根据它那个掌饰 要做到笔段一连 刚才我讲了 正面花呢 如果你要把花蕊 画在这块里边 画的正宗这个 正面画 那这花呢 是正面的 枝干呢 在画的后面 这就枝干 枝干在后面 不过你要是 把花蹄画的上面来 那这枝干就在画的上面 明白了吧 它就是一反一正 八方是一个花 但是就是因为点蕊不一样 一个点蕊 一个点花蹄 所以就变成一反一正 刚才我讲了 蹄用纵末 蕊呢 也要用纵末 画蕊的时候不要画太多 不要画太密 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个 我给放大花圆 要放色状 也就是花心 要放色状 但是你这个蕊丝啊 不要画太直 不能画得跟那个阳光的那种光线像就不行了 所以要画成呢 有曲线 这花嘛 花瓣是弯的 蕊呢 点的时候呢 要错落点 你不要都点的特别一边齐 它就像装饰花 你点的时候呢 有高有低 错落它 不见得都带在蕊丝上点 那就更吃满了 所以花花是要注意这些问题 钩花 刚才我讲了 白梅花一般都是用淡墨钩 花蕊和花蹄呢 用这个纵末 这个花头画完以后 下面呢 咱就说这白花的眼颜色方法 白梅花的眼颜色方法啊 一个就是用草类 就是藤黄加花青 微加点折势也行 就缺盐就花瓣的外轮廓 缺盐呢 不过整个给它套死 也是把它缺口的地尖沿住就行了 花心的地尖可以沿点润 盐白粉从花耳瓣的肩部往根部远 花耳瓣的外围颜色厚一点 因为白颜色不分身前 到根部呢颜色薄一点 它立体感觉更强 再加上沿着那个草类的花心 你看这两个 一个照颜色一个没照颜色相比 这个感觉就更白更亮 一般咱们画没画啊 你可以按我现在的方法 就是先沿 花蕊先别画 刚才在讲的是这个过程 但是等它干了以后再画花蕊 如果你要现在啊 把花蕊垫好再沿白粉的时候 这白粉沿到这个与丝这样 还有蕊的过程当中 用于这个白粉的把这个蕊给盖上 或者它不清楚了 就所以画面看的不精彩了 所以一般来讲啊 就先把颜色演完以后 干了以后再画花蕊 这个白花的画法啊 基本就是这么画 抛了草了以后也可以演则实 你别拿前则实演也行 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啊 知道方法以后 有的就可以灵活运用 还有的呢 就是花蕊不用绿的 点黄 花头也显得特别亮 不见得非得都点黄 所以呢 就根据画面需要去定 这个也是 忘了以后也是演白粉 这个白花啊 简单就介绍这么多 下边呢 我得把点花给大家讲一下 梅花因为它颜色有白的 有粉的 还有红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白中微绿 叫绿厄眉 所以这个画法呢 就是根据不同颜色 用不同颜色去点就行了 有些画家在创作过程当中啊 他花点成则实颜色的花 所以这也无所谓 只要画面效果好 你就可以大胆你画 又画浅算没花啊 一个就是嘛 先一蘸白粉 然后在鼻尖上蘸这个浅粉红点也行 也有的人呢 直接用浅粉点 这两种都允许 但你点的时候要注意啊 跟勾的画的道理是一样 点的时候也别点太圆 这对心还跟你反个先点外三半 要在里边靠十月进的这两半呢 画窄一点 因为它是折过来了 都不要画的这个 都一边大 要正面开的就无所谓 画窄里边可以点点草类 就使这花更娇嫩 干了以后就画花蕊 其他颜色的花啊 还有白米花都是一样啊 你花蕊可以点成末的 连画屁都统一的行 也可以用紫颜色 但你要是花蕊 紫颜色 花蕊都统一 你变回来两个颜色就不好看了 让它统一 要紫都是紫 要是墨都是墨 那里边就是这了 茶芋 茶芋 茶煎 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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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叶